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焦点视频》7月23日的时间 那... 说说新河太 小弟就... 之前有两三条片... 三条片 都找过不同的人士去拍 透过不同的角度 讲一讲河伯、河马 他们的心路历程 又或者一些传闻中的迷运术 纵杠头之类之类之类 最新消息就说 他开了一条YouTube频道 那名字我就不公开了 那名字我不公开了 那... 刚才看到 有三百多位的订阅 在我这一刻 录音的时间 4点53分 那就是... 有三百多个人订阅 有一条片 那我就常常都有这个疑问的 就是常常都有一些 可白的子女啦 可白的前助手啦 可白的亡妻的... 姐姐呀? 定妹妹啦 那些就走出来啦 出post的啦 那河马呢 都出来开过几次post啦 哈哈哈 是不是呢? 那到底这些又是不是真的本人呢? 这样 那我一路呢 我都是这样说啦 我从来都不觉得是... 哈哈哈 哈哈哈 是不是呢? 就是你说 大家炒花生 是不是? 就是开心一下 那... 那没问题啦 但是... 就是我们都要理性分析的嘛 是不是呢? 就是似不似呢? 就是敏心讲句 我觉得不似啦 是... OK 这个我本人觉得啦 好了 那接着再看完这个YouTube Channel啦 咦? 新河太真是转战YouTube 是不是? 那又先讲个立论先啦 是不是呢? 我觉得不是他本人来的 我觉得并非他本人 因为里面有一条片就是这么多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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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都知道啦 YouTube 呢 以前...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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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好像前兩三年 可能因為代碼新城已經去到盡頭 又或者將會去到盡頭 又或者他想user-friendly 他就轉了一個 抄回Instagram、Facebook之類的 就弄了一個ad出來 電郵地址的ad 只需要ad...就行了 還可以自己設定 就很方便 有個channel很有個性 例如焦點也有 焦點就是fmtvhk 就可以找到 我們看看這個 疑似新河太 即是河馬的YouTube Channel 他的ad是甚麼呢? 我當然不會告訴大家 不是說我找到好東西 不想告訴你們 而是大家看回這個 可伯和可伯老婆關注組 你們都看到的 是吧? 就是因為不想大家去訂閱他 OK? 但是我認為這個channel 並非河馬本人前友 甚至乎也不是他開的 簡單來說 因為那個ad甚麼甚麼 就是簡體來的 就是繁體來的 而這個channel的名字 就是簡體來的 說到盡了 只可以說到這樣 老實說一句 第一 就沒有一個統一性 第二 就是 他那些繁體的字 其實是可以用簡體去打的 那我就不信 我就不信 阿珊何太呢 就是會無端端轉了繁體 是吧? 一個用開簡體的人 你看到他甚麼都是用簡體的 我不信 他在這個ad那裡 會無端端用了繁體 所以呢 我認為這個channel 並非他本人 那當然 如果到最後 真的是他本人 那我只能這樣說 I don't know 我甚麼都不知道 但是現在我的估算 我認為這條channel 不是他本人的 不過 大家都不要走去訂閱 千萬不要走去訂閱 不要益到他 不過 尤其是這樣說 都很難益到他 因為 那個youtube 我沒有記錯過 基本的一個要求 就是要訂閱1000 同時看片的時數 都要去到4000小時 你簡單說 這個這樣的河馬 他憑了一條片 可不可以 draw到大家的 attention 一起看到4000小時 是吧? 那你要拉長來計 一個人生來計 也有機會 是吧? 短期內想 想所謂他 實現他的網紅 賺錢生涯 當然做不到 是吧? 不要說實際做不到 幻想都知道 是吧? 所以我覺得 這個 基本上是炒作來的 認真說一句 至於 最近 在這個 可白 和可白老婆關注組 引起的一些風波 其實我也有 稍為看到 就是 講一些群組 講一些群組 還是版主 就是 有一些有內鬼 怎樣怎樣 然後 現在慢慢開始 找到 就是 有一些人 就是 教 這個 教 這個 河馬去播歌 的 還要教 河馬去播一些 河馬根本都不知道 是什麼歌的歌 是吧? 例如 這個 Elsa 《魔術奇緣》的歌 《Let It Go! Let It Go!》 那些 是吧? 好地 大家也想到 熊馬 懂得 鐵 怎麼會懂得播這些歌 是吧? 是吧? 是有點古怪的 暫時到這一刻 好像矛頭 指向著 JW 還是JM 不知道什麼 當然 JW 還是JM 都是 一個帳號 代號 代名稱 實質是什麼人呢? 我自己這樣說 我覺得 這個世界上 就有很多一些人 或者有小部分人 其實某程度是很有趣的 他們 其實他們未必是YouTuber 但是他們很喜歡在一些不同的頻道 去做一個聯繫 去做一個接合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覺得 只要能夠換弄到那些資料 他們覺得這件事 是一個更加有趣的事情 所以他們就很 很喜歡去做這件事的 那種程度上 我覺得 是這一類的人 他去 無遂至尖 去教這個河馬 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機會更加大 當然在我的角度 我對於這件事 其實我只能這麼說 就是我 門面上 我看到的所有東西 我都看到了 但是我不會 很深入地去查究竟是誰 因為第一 我不是這個關注組的 持份者 老實說 查完之後 對於我來說 也沒有得益 所以 我只是用一些 能夠完全看到的東西 然後再作出一個分析 所以這次的影片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著這個河馬的新YouTube頻道 也是這樣說 先呼籲大家 千萬不要看 也不要訂閱 其次就是 是不是他的呢 我覺得不是他的 分享到這裡 再說一次 7月30號晚上8點半 小弟會做一個直播 講幾個不同的話題 當然這些亂到爆的 男女關係都會說一下 就是說河馬里 還有娛樂圈最近 也有一個偷絕事件 不是 豬爆事件 還有關於九運的事情 還有關於演算法 和陰謀論的事情 也會說一下 希望到時見到大家 拜拜 中文字幕提供